立法院在今天上午 舉行委員會召委選舉 國民黨最終決定 不理讓民眾黨 而白銀也決定要支持 國民黨提名的人選 選舉結果藍綠各拿下巴西 只不過投票也發生了 一些意外差距 未還委員會中 民進黨的劉建國 誤把票蓋給了自己 並沒有投給黨團提名的 黃秀芳 當場愣住 感慨致歉 不過民進黨也將祭出 黨籍處分 未還召委選舉投票 到劉建國當場愣在全票處 因為他不小心蓋到自己 這下尷尬了 趕緊上前和黨決議支持的 黃秀芳說聲抱歉 上次院長選舉 失誤了陳昭姿 倒是很小心 和國民黨移著亮票 最終結果 國民黨王玉敏8票 民進黨黃秀芳6票 劉建國自己意外拿下一票 我怎麼會本來就想要蓋給自己 怎麼我自己會化成這樣的刀 對當事人 對黨的人抱歉 幸好投錯不影響選舉結果 民眾黨8個委員 最終也都投給國民黨 不自己提趙委任選 以致8個委員會 全部全力支持中國國民黨 提出來了趙委候選人 為什麼要離讓給民眾黨 除非有什麼政治上的教育 也很難對民眾來說服 但民眾黨知道上午9點多 才做出決議 就怕有變數 通常保持議事中立的院長副院長 也罕見現身委員會投票 確保藍營能贏下一席 外交國防趙委 但馬文軍捲入前進泄密風波 更被列為他自然被告 民進黨質疑 擔任趙委非常不恰當 違反利益迴避 提高其他委員 那他們也是趙委都不能當嗎 我們會進我們的執政 趙委已得票數較多的前老民黨選 基金波折 最終藍綠各拿下巴席 握有排暗選 委員會正常也正式開大 這台的綜合報告 中國漁船翻覆事件 歷經多次的逆傷 仍然無法取得共識下 昨天休兵一天 船主原本堅持要公開道歉的中國代表 已經考慮同意改成書面致歉 雙方都在做內部的討論 如何把想表達的文字更加理想化 而今天早上的雙方代表重返飯店 進行第十次的閉門逆傷 會議大約持續了五十分鐘 結束之後 雙方面色凝重地離開 對於媒體的詢問都避而不答 周四一早在重回談判桌 結束密會之後 中國代表回到飯店 漁船翻覆事件多次閉門 協商都破局 這已經是第十次了 不過依舊沒有共識 書面致歉有達成共識嗎 小心喔 小心 還是不方而散 有書面致歉這回事嗎 下午會再談嗎 談的過程不順利嗎 海巡署副署長許靜之 面色凝重離開現場 沒有回答媒體的問題 前天中國代表跟媒體玩起 你追我跑 還在金門鬧區街上 快步行走 讓記者們在後面追趕 協商陷入僵局 傳出原本堅持公開道歉的 中國代表已經考慮同意 改成書面致歉 雙方目前都在內部討論 如何把想表達的文字 更加理想化 在這件事情上面 已經經過了十多天的時間 真相到底為何 以及現在民進黨政府跟對岸 是不是有良意暢通的管道 來去做溝通 不要再讓惡意的螺旋持續升溫 中國方面是不是同意讓步 讓事件有轉圜餘地 對方也希望要回零案者遺體 但金門地檢署低調不願說明 只是金門海邊最近出現 疑似是中國海警船 巡查常態化看似成了日常 中國國泰辦在開炮火 批海委會主委管碧林 更將全部責任都推給台灣 大家看到管碧林把處理 2142新壯產事件呢 當成是個人政治表演 隱瞞真相 推諱卸責 謊話連篇 不僅對遇難者沒有一句歉意 一句道歉 還對善後工作不斷地設置障礙 極為冷血 為人不齒 陸委會反批對岸指控是扭曲事實 現在雙方互槓 恐怕不利於後續的談判 很難找到彼此都能夠接受的平衡點 記者相當節太北報導 孩子現在一個月的零用錢都拿多少呢 根據衛福部最新的調查 2022年少年平均每個月的零用錢 比2018年的1352元成長了16% 不過對比同時期的國人經常信心資 只有成長8%而已 這顯示了家長給小孩零用錢的增幅 其實比他們的薪資成長來得更高 其中有將近六成的少年 會拿零用錢去買零食飲料 佔最多數 孩子的零用錢 家長究竟該怎麼給 給太多怕亂花 給太少又怕不夠用 那同學們自己認為 現在零用錢爸媽給的合理嗎 一個禮拜大概一兩百吧 一個禮拜大概五百六百 這樣算少的 一天不會超過一百 那時候好像沒有就慾望沒有 大概一兩百塊吧 夠用 因為通常學校都會供餐 以街坊狀況來說 家長給的零用錢金額範圍 多落在一百至兩百塊之間 一個月最多也就八百 不過看看衛福部做的最新調查報告 發現扣除三餐還有交通費 家長給孩子們的零用錢有大幅成長 比較2022年跟2018年孩子的零用錢 每個月平均一千三百五十二塊 成長的16%來到一千五百六十九元 但對比爸爸們同時期的薪資 成長幅度卻僅有8% 同期資料也發現同學們主要把錢 都花在買零食點心 佔最大多數 其他像是文具用品 衣服還有手游等 也都有上榜 雖然說爸媽的薪資所得的成長幅度 是相對比較偏低一點 考慮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至少要讓孩子的零用錢 能夠承受得住 這個通貨膨脹的一個壓力 現在零用錢究竟該怎麼給 似乎還是爸爸們日常生活中的 一大學問 日前醫院評鑑報告出爐之後 全台有八家醫院等級升格 因此3月1號開始 看著也變貴了 像是新增的三家醫學中心 包括了台北慈禁醫院 雙和醫院 台大新竹分院 看門診收費需要五百多元 或急診更是標迫千元 另外亞大副醫 以及新北市的土城醫院 等等的四家醫院 升格為區域醫院 收費也調漲 其中土城醫院更表示 就怕部分的民眾無法接受 已經先提醒櫃台人員 要做好被民眾罵的情侶準備 醫院一早就擠滿不少人 因為有病患 擔心3月1號起到部分醫院 看病收費要變貴了 日前醫院評鑑報告出爐後 台灣醫療院所板塊有所變動 八家醫院等級升格 收費也因此有所調整 其中新北市的土城醫院表示 就怕部分民眾無法接受 已經提醒櫃台人員 做好準備未來這一兩個月 會挨罵 要頂住 另外雙核醫院 有長期就醫的患者也很酸說 看一樣的醫生 領一樣的藥 卻得多花錢難以接受 我不是說單單只有我一個人看而已 我先生也會看 還有我娘家的媽媽 壓力就很大了 三口有可能一個月 一千多塊 啊 乾脆不要來看急診 到底一口氣變貴多少 這位小姐連急診都不敢看了 來看看包括台大癌醫 門診一次漲到340元 急診漲到650元 還有土城醫院 亞大副醫 疫大癌醫 這四家醫院升格為區域醫院 另外三家醫院升格為醫學中心 門診收費增加130到180元 急診貴了300到350元 為了減少民院 台大新竹分院 還因此減少50元的灌號費 民眾感嘆除了要面對通膨物價飆漲 現在連部分醫院看診收費 也要調漲 實在無奈 藏宗彥 陳建國 台北報導